今天天氣這麼好 你是帶我來坐摩天輪嗎? 你想太多了 你不是女的 沒有機會跟我坐摩天輪嗎? 其實我也不敢坐 怕高 這不是重點 我們今天要試什麼車 怎麼又是Honda的車? 因為今天特別在這個封閉的場地要體驗Honda Sensing Honda Sensing 我們之前試的Odyssey也有這個車 也有 對 所以你要看那個影片的話 你要按上面這邊 那你如果想看CRB的它這個試駕 非常完整的試駕 也可以按上去 一樣還是看這邊 簡單來說呢 它這個Honda Sensing就是一個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它整合非常多的東西 也許你有不小心分心的時候 它可能會幫你一把 那我們就先來進行停車場裡面的兩項項目 接著會在上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操作 實用性是怎麼樣的 對 走 我們現在這個項目是CMBS 主要是將車子時速加速到20到25公里 然後駕駛人本身它的腳是完全不會去接觸煞車踏板 完全由這套系統去判斷說前方有可能碰撞發生 然後它會自動進行煞車 第二個關卡是LSF 它主要是用車上的雷達去抓前車 抓到訊號以後 它會以時速30跟車 而當前車減速的時候 我們後面這輛車也會跟著減速 另外就是要體驗是靜止起步的功能 就是當前車開走以後 我們這邊只要按定速開關 或者是輕點油門 它就會繼續以時速30跟著前車 試駕回來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剛才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HONDA Sensing最方便的就是 大部分功能都集中在方向盤右邊 你只要一個大拇指這樣操控 而且你大拇指操控的時候 它那個儀表板系統全部都亮燈 資訊都一目瞭然 所以說它這個自動跟車 它這個不管加速或減速都是很順暢 不會有這種突然的那種 它很順耶 那當然如果說中間突然間有台車跑來插隊 煞車當然會重一點 可是插完以後還是會拉出安全距離 這個車道偏離系統不只會警示 它會幫你輕輕的抓一下 我剛稍微往右偏 它會輕輕幫你往左邊一點點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盲點偵測系統 因為它是設計在車內 是在門板喇叭的那邊 視覺效果會比較頓暢 精緻度質感都很好 還有一點就是 剛剛原廠有跟我們講 因為這套系統它就是設定好 它這個車身的高度 對 如果你去改怎麼降低 它就可能覺得你這個車在爬坡 所以整套系統 雷達攝影機工作起來 就可能會出問題 那該得到的訊息或雷達波會不完整 好 那我們今天體驗就到這邊 各位朋友還想看CRV 什麼類型的試駕呢 或者是Honda什麼車 想看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 請多分享 多按讚我們的影片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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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分享 我們分享 我們分享 我們分享